前两天和朋友聊天 一个高资产人士 投资移民 谈到一个问题 孩子考上大学 一个非常好的大学 Kings College London 伦敦怎么都排前五的一个好学校 说了一个话题 说这学费不便宜 一年得两万多三万 说能不能贷款 我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你这么高资产人士 你贷什么款 贷款还不如自己 直接贷给孩子不就好了吗 但是这个朋友的观点 我觉得是非常值得 我个人参考 和个人思考 他说Peter 其实这些钱不是问题 但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是 让孩子有一个自我认知 和一个自我承担 社会责任的一个能力 不管是个人贷款 不管是家长给钱 其实钱到最后 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要对自己的行为 对自己的学习负责 所以说这个朋友的决定 是申请助学贷款 因为他来英国已经五六年了 已经拿到英国绿卡 已经加入英国国籍 在这种情况下 是完全有资格申请政府的助学贷款 我会向他学习 向他学习什么呢 我会和凯文谈一个协议 如果他能考上牛津剑桥 这个学费肯定是我出 我就当白酒庆祝 吃掉 如果没有考上牛津剑桥 那对不起 我说凯文 你自己想好 你就自己老老实实去申请这个助学贷款 三年也好 四年也好 你什么时候能挣上钱 什么时候还 简单的来分析一下 英国的助学贷款的基本要求 第一 你要有英国绿卡 至少在英国居住满三年以上 第二 你可以选择贷款的基本的几个package 贷款的基本要求是 你毕业以后 你的工资收入水平要达到一定标准 比如说他有几档 这个说起来比较复杂 我们下面有一个完整的分析链接 大家有兴趣可以看一看 我这里简单的跟大家分析一下 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你选择的方案一 你的底薪达到了一万五每年 你会需要把你底薪超过的部分 重于8% 比如说你一年年薪拿到两万 你超过了底薪基本要求 一万五 这五千磅的8% 每年要拿出来还贷款 当然这类似的是有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方案 利息也有1.99到4.99到5.99的 都有不同的利息 取决于你选择的是哪个方案 但是从法律精神上来讲 英国政府的观点很明确 如果你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 或者没有收入 这个钱也是不需要还的 但是作为中国家长的这个孩子来讲 我们看到身边的这些孩子们 都是比较优秀的孩子 年薪刚毕业出来 两万五打底是一个最基本值 也就意味着他们大概率来讲 会在五年之内还清他们的助学贷款 这个利息不管是1.99也好 还是6.99也好 对于这些孩子来讲 我个人的观点是 他们必须学会承担 他们必须学会正视这些金融的力量 从我个人观点来讲 我认为应该坚决的支持孩子去申请这个助学贷款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 也不是利息的问题 而是要告诉孩子们有一个责任感 你无论是到了什么时候 你只要超过18岁以上 你就应该自己面对这些生活的压力 面对经济的压力 只有这样 我觉得孩子才能够更早的更快的适应这个社会 能够更好地迎接未来有可能发生的挑战 好 这个就是今天的分享 在英国要不要给孩子申请助学贷款 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的细节 可以点击视频下方的这个文章链接 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英伦大叔 谢谢 欢迎关注我们的油管频道 英伦大叔带给你英国20年的生活 法律各个方面的知识分享 英伦大叔 你值得拥有 好